我们敬礼 了名和尚 敬礼 撒迦正空上师 敬礼 十六世大宝法王 喀玛巴 敬礼 图登达尔吉上师 敬礼 今天的父母主尊 白莲花王 敬礼 谈成三宝 师母 图登师弟仁伯介 各位上师 教授师 法师 讲师 助教 唐主 以及各位同门 还有网路上的同门 今天的议会贵宾是 台湾省政府秘书长 郑培福先生 及夫人 韩雅珍女士 台南市议会 蔡旺权议员 中山医学大学 副社医院整形外科主任 郑升龙博士 郑升龙博士 中国中法律顾问 Academy 左下方不必须 中山医学大学 周深压私 周费方 大学 kehitan cap 院副院长蔡其昌委员代表陈慧美女士 中央研究院院士朱时宜夫人陈文文女士 香港资深传媒人袁连武先生 马来西亚纳都雷鸿逸先生夫人纳丁 曾美亭女士及千金雷茜小姐 马来西亚纳都李海安先生夫人纳丁李清女士及千金李奇小姐 中委会会计师特丽莎师姐 恩尔哈斯曼 国防部备议上校 陈善忠先生 越南重金企业公司董事长 邓仲军先生 印尼沙阳针断中心糖尿病医师 鄭秋生博士及夫人 马来西亚纳都雷鸿逸先生 马来西亚知名艺人 秦文斌小姐 印尼大丹文化企业董事长 曾药前先生及夫人 陈瑞英女士 海峡石油新加坡有限公司 总经理专顺尔先生 我的大丹文化企业公司 我的大丹文化企业公司 朱金水先生及夫人 陈善霞女士 华光功德会总会长 常人上师 中天电视台给你点上新灯制作人 徐亚奇师姐 大严满九字帝洗金刚讲义 密宗道次帝广论 道果及颜结经 制作人 连月上师 主持人 连海上师 佩金师姐 主持人 连海上师 各位同志們 這裡是感謝福建省陳玉君先生 何家打齋二十萬元 香港及內地日行一扇功德群 打齋十萬元 陳怡君師姐打齋十萬元 喜文淑師姐打齋十萬元 大型拍賣行董事長馬順忠師兄 打齋十萬元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大家午安 大家好 你好 大家好 好 麻煩 謝謝 麻煩 好 麻煩 好 麻煩 好 麻煩 OLA AMIGO G bure Authent 馬來西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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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馬來西亞 大方畫網金剛 集大力金剛的法會 將在馬來西亞 吉隆坡舉行 南無大方畫網金剛 復國儲集 四福超度 復魔大法會 這個大力金剛 主要是環境 另外呢 加持馬來西亞 是重災期 希望他們能夠來環境 然後念大力金剛奏 作為防身之用 第二個 大方畫網金剛的咒音 可以棄除眾生的疾病 很多疾病都可以棄除 那也是四福法會 又是超度法會 又是復國的法會 希望大家能夠參加 是明年 時間是2017年12月16日 星期六 明天呢 就是三十號 四月三十號 四月的最後一天 那在這個大禮的大河屋 大禮的大河屋 下午是下午 下午三點以後 三點以後 有一個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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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一個慶生的活動 有一個表演 跟一個慶生的活動 有四家電視台的專訪 有四家電視台來專訪 就明天 明天在大河屋 大禮 大禮的大河屋 大河屋 大河屋 歡迎大家參加 另外呢 也就是5月7號 師尊將回到 美國西雅圖 today talk dhamma talk 意思 this time last talk 這個man 7 go about the united states the seattle Semna Saturday eO club 在西雅特尼藏寺堂 我讨论Dharma Sunday 在Zumbo Villa 我讨论Dhar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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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大家 欢迎大家 能够到西雅图来 无营来汽图 有空大家来玩 来玩一玩 那里有美丽山 沙灘 美丽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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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oombo Villa 非常的美 有七座山圍繞 所謂的一日岸 然後騎山、故山、天馬山、平轟山 還有貴人轟 後面是沙茂山 一共有七座山 所以是七星落地的地方 非常漂亮 非常漂亮的地方 歡迎大家來 今天也要告訴大家 每一個人人所一本 寫鬼 寫鬼這本書 人所一本 然後遠地來的 我問香港 說香港 那個書還沒有到香港 問馬來西亞的 馬來西亞也說 書還沒有到馬來西亞 印尼的也說 書還沒有到印尼 那麼很多地方 新加坡的也沒有看到書 那麼你從這裡 從 這個 台灣雷仗是有多少書呢 現在 一兩百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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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少了嘛 應該把它清光 還要把大登文化的 所有的寫鬼的書 全部清光 那你們能夠 帶多少就帶多少 帶回到自己的 這個國家去 每個人人所一本 這一本書很重要 將來呢 將來呢 這個 這個寫鬼 寫鬼這本書 聽說已經再版了 一刷 已經再版了 是第二次再版 是嗎 他說一刷是七千本 那已經是一刷 賣完了現在 還要再一刷嘛 所以這個銷路很好 很想再繼續寫 很想再繼續寫 是這樣子 我們要明白 什麼叫做正量 正量實在是有三種 有三種正量 第一種就是所知量 你自己知道的 這就是知量 第二種是筆量 什麼叫做筆量 筆量是比較 從邏輯推理 從邏輯推理 推出來的 稱為筆量 第三種正量 叫做聖言量 這古代的聖賢 所留下來的言行 就是聖言量 他留下的經典 他留下的經典 就是聖言量 你依照古代聖人 所留下的經典 你懂得這個經典 你就是有聖言量 這就是我們的三種量 一個是資量 筆量 聖言量 你由資量 就可以打鬼 為什麼 舉一個例子 這個上回提到 這個叉叉去到 喬克里洪華 住在雷斯姐的家 有一個土地公跟他講 我在這裡已經等你五百年 要歸於你 我在這裡等你五百年 我們從資量裡面就可以知道 這是吹牛 後懶仙 為什麼呢 告訴你 能夠知道前五百年 後五百年的 連義房大地 天工都做不到 小小土地公 一個最小 最莫知的神 也可以稱為福德政神 是最小最小的 整頭整位土地公 在家的土地公更小 他能夠知道五百年後 有叉叉來這裡洪華 他要歸於他 這就是荷蘭 我告訴你喔 無能夠後知五百年 能夠知道五百年的 城隍也辦不到 城隍也不知道五百年後是怎麼樣 禁足也辦不到 台灣的禁足也不知道 加拿大的禁足也不知道 王爺公也不知道 王爺公也不知道 馬祖伯也不知道 馬祖也不知道 王爺公、馬祖伯都不知道 不到五百年 土地公只能夠知道什麼 前面七天後面七天 只能夠知道後七天跟前七天 我的資料就是如此 我告訴你喔 到了所有欲界六天 欲界六天還不能夠知道 前五百年後五百年 要到哪一個天才知道呢 無色這天 五不凡天的天人 才能夠知道前五百年後五百年 所以他講土地公跟他講 我在這裡等你已經五百年 胡蘭仙 馬上就破功 馬上就給他破功 因為他根本不知道 土地公到底能夠知道多少年 他能夠知道多少年 土地公能夠知道嗎 不知道的 那是最小的神格 只有五不凡天的天人 裡面就有阿羅漢 斯多漢 阿羅漢 只有到阿羅漢的境界 才能夠知道前五百年後五百年 土地公是阿羅漢嗎 當然不是 而且是雷斯姐家的土地公 當然更不是 這一點就可以破除他的這個謊言 還有什麼叫比量 比量 比量就是推理啊 你推理就可以知道了 聽說香港那一位想跳樓的這個先生啊 這個也被他批啊 這個批得很厲害 說他有什麼病啊 他自己去拜這個什麼東西啊 他自己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他很了解這個香港這位師兄 要跳樓的這個師兄 這個常人也在 常人也知道嘛 常人 常志 這個少東上司都知道的 好啦 你知道這個香港這個地址 要跳樓的事情 你甚至知道他做了什麼事 甚至知道他在做什麼 甚至知道他身體的病 比量就出來了 你跟他非常的親 你叉叉跟這位香港的弟子 非常的親 連他身體有什麼病你都講出來 連他做過什麼事你都知道 他跟你非親非故 你就不用講話 他跟你非常的親 非常的密 用邏輯推理 他常常跟你認識 而且吃了你的福 問了你的事 還有參加你的法會 別不清楚的 因為你太了解他 所以別不清楚 這是推理 邏輯的推理 你如果不認識這個人 你就講不出他的一切 你既然認識這個人 而且知道他所有的病 你就跟他很親 所以你的鬼跟他很親 這是推理 這個就叫比量 對不對 哪裡沒有什麼關係 就是有關係 現在每天中了招的都來環境 這些人都跟你沒有關係 每個人臉都黑黑的 今天見了三個非洲來的非人 非洲來的非洲人 每個臉都很黑的 請問這個連鐵黑黑的那幾個人 在不在這裡面 他爸爸在哪裡 他爸爸在哪裡 在這裡面是嗎 就在這裡 每一個人中了煞的 有鬼在身上的 臉上都是黑氣 臉上都有黑氣 全部都是黑的 來環境的都是黑的 這是資量 一個資量 一個比量 什麼比量呢 你們是中土的房種人 為什麼臉那麼黑呢 為什麼臉那麼黑呢 就是比腳 一看就知道是中 有鬼在身上啦 中煞 卡陰啦 卡陰 都很清楚的 都看得清楚 不好意思叫他們上來這個證明 不然你會嚇死人 人家都黑 全部都是中煞的 非常的多 還有馬來西亞的 跟我們台灣的那樣是那個什麼 叫阿福 跟阿福一樣的 突然間暴受下來 參加了一次法會就暴受下來 現在很簡單的 一看就知道是 這卡陰啦 你的鬼在他身上 跟你的鬼脫不了關係 再來一點 你有沒有正念 聖言量裡面 佛陀有教你拜鬼嗎 斯加摩尼佛 所有的身團的 所有的成就者 這個大櫻營 哪一個人教你拜鬼 哪一個人教你拜鬼 你硬拗啊 那不是鬼啊 那個原來是鬼 三個日本鬼 兩個中國鬼 一個是黃金錢 聽說是墳場主 台灣的墳場 裡面的一個主人 一個林良知 是劉明傳的將軍 死的 劉明傳的一個將軍 叫林良知 三個日本人 一個是小林 他是一個印甲 忍者 一個是中村一武 中村一武是誰啊 冷面殺手 五四刀一拔出來就要見血 叫中村一武 另外呢 杜鞭一郎 三個日本鬼 聽說被拋棄在台灣 全部都是自殺鬼 這五個 你硬拗 說是已經變成你的父法 變成父法 變成將軍 變成父法 沒有那麼快 我一看 還是鬼 為什麼呢 會害人的就是鬼 真正的父法是不會害人的 這是聖言諒 釋迦 沒有叫你拜鬼 你拜鬼 跟著你走的 全部是鬼子 鬼孫 你將來也會成鬼 已經警告你了 如果不拋棄鬼 將來也會變成鬼 這是聖言諒 哪一句話叫你拜鬼的 你不只是拜鬼 還共鬼 還用鬼 這個就是不對的 這樣大家了解嗎 所以這個量有三種 一個是資量 一個是資量 一個是筆量 一個是聖言量 佛陀 佛陀只有超度鬼 從來他不會拜鬼 他是把鬼超度 認為眾生 鬼也是眾生之一 應該把這些幽靈 也要恭敬地把它超度到 不是使用它 你目前來講 你的鬼會害人 就是還是鬼 自殺鬼不是那麼容易超度的 所以我欠告大家 也欠告所有的眾生 千萬不要自殺 因為你的壽命還沒有到你自殺 那個自殺的產相 永遠留在你的心中 你那個自殺的時間一到 它就會重演一次它的痛苦 一直到你的壽命完了 你才能夠轉世投胎 不要以為說自殺就了 一切事情都結束了 不可以這樣子想 因為我們是有靈魂 你投胎了以後也會 你創到頭 你腦部也會受傷 變成一個腦殘的人 你四肢斷了 你也會殘怯不前 你這個五官先著地 你也面目前輝 我告訴大家了 這個到這裡 那麼今天呢是 修這個 白蓮花王的附魔 白蓮花王有三個生 一個是畢如這那佛 跟阿彌陀佛 跟蓮花童子 三個合一 就是白蓮花王 因為它頭頂上戴的是 這個畢如這那佛的佛觀 它手拿的是蓮花 拿的是蓮花 那麼它是香巴拉 這個巨種王的第二代 第一代是文之勢利菩薩 第二代就是白蓮花王 它的化身非常的多 包括達賴喇嘛 包括卡瑪巴 包括蓮花童子 它都是它的化身 全部都是它的化身 就是白蓮花王所化出來的 那麼它的咒語是 OM GURU NEN SEN SITI HOM OM BESHA SAMBARA GURU BEM MA HOM 它的咒語是這樣子 結的手印是蓮花童子的手印 蓮花童子的手印 那麼法相介紹是 白蓮花王如十六歲的童子 莊顏白淨 它的右手是縮髮印 左手是持蓮印 持白色的蓮花 身披白醜為妙天衣 自在坐在寶座之上 種種英若莊圓 頭戴必如遮那火之關 它的髮像是這樣子的 那麼這一尊 你跟他相印 很簡單的 你就是跟蓮花童子相印 跟他相印了 就等於跟阿彌陀佛相印 他寫了一本 他寫了一本 修這個法有大成就 自身成蓮花童子本尊 第二個 到佛國淨土 第三個 多世的父母及見屬 一一得解脫進入佛國 這個是很殊勝的 很多世的父母跟見屬 都可以得到解脫進入佛國 你有孝敬父母的心的 都要修這一尊 得到如來的智慧 那就是開悟 而且是正道 神通任孕 降伏似摩 你神通可以任孕 可以降伏似摩 還有無厚 無寇光明至戰 他的這個好處非常的多 所以這個白良好王 可以講 你單單修這一尊成就 就不得了 你還可以超度你多世的父母 還可以超度你多世的見屬 只要修行成就 只要修行成就就可以 那我們今天再講道果 那我們今天再講道果 這個道果它裡面有 我們念一段書文 1. 全川寒 又稱致望 兩種進退道 既進退道 1. 至進退道 9. 遺世間到上 其所身無分別之定 2. 然利益甚少 2. 且短錯不堅固 因分别习气 长则十分坚厚 如云中之日 虽仿佛能生 现智慧一相续上 然仍需退转 第二段 初识见道即往进退道 分别 顺恼小 知之利益大 以知利益大 故意无分别中 仿佛生有分别作用 然乎隐没 转息于无分别 如海浪 主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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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两段 大家读了 了解吗 扫扫 广东话 扫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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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个用字哦 实在用的不是很高明 用字用的不是很高明 他说我们在修禅定当中啊 在修禅定当中 有的时候还是会有退转 有的时候不退转是非常坚固的 那么会退转就是不坚固的 修禅定 向世尊修禅定 一定下来 可以忘掉一切的 眼睛一张开 不知道时间 不知道时间 有时候 这个师母啊 有时候 她是我的这个闹钟 有时候早上啊 稍微闭目 禅定半个小时 他来叫我 我一张开眼 啊 是吃早餐的时间吗 其实是中午 是吃早餐的时间吗 你把时间都忘掉 然后一张开眼 啊 这里是台湾吗 不是 其实是在美国 你空间也忘掉 你醒过来的时候啊 这个禅定当中啊 这个师母一叫我 我一醒过来 咦 这里是哪里啊 要看看周围 哦 这里是雷葬寺 正在说法 怎么可以定 可以禅定 经常这种现象 也就是你忘掉一切 真的叫做荣物皆忘嘛 什么荣耀啦 什么侮辱啦 全部忘光 空间也忘光 时间也忘光 一切荣物全部忘光 这个才是真正的定 真正的定 一定下来 完全空白一切 但是起来的时候啊 精神只要五分钟 十分钟 精神就非常的好 我告诉你哦 你睡觉也会啊 你说 我睡觉就是禅定啊 我也会啊 那睡觉 什么都忘掉 但是你睡觉的时候 是到处乱跑 十尊的禅定 是一片空白 但是 滑入充满 充满前身 你为什么能够这样呢 靠的是什么 靠的是呼吸啊 你的气啊 还有你的脉 还有你的名点 真正禅定的时候啊 法轮自转 不是法轮功 真的 那个时候才叫 玄机啊 那种玄机 必须要转动的 你气在你的身体里面 很轻的旋转 你的呼吸 长的进气 短的出来 长的进气 短的出来 而且很细漫长 你的Kontanini 就是着佛 就生起来 你这前身都是温软 都是很柔软 很温软 全身都是着火 火在烧 水在往下滴 火在往上升 然后气 非常的 稳定 一稳定了 才能够入定 你呼吸太急促 不能够定 你呼吸完全没有 你睡着了 除非你胎息 你练会的胎息 你学会的胎息 呼吸很微少 就很稳 就能够定 你的呼吸 你的呼吸没有调好 心息没有调好 绝对不能定的 这一种定 不能够定了 是知进退定 知进退道 在世间道上 在世间道上 出现智慧 但是仍然会退转 这就是你本身没有调好你的心息 你的心 跟你的呼吸没有调好 气没有调好 先从练气开始 然后升起走火 温度 再有水 这个天庭水下降 然后随火交融 随火交融 气也一样的平稳 这个时候啊 叫做咸肌 一直在转 一直在转动的咸肌 那么真正的 到时候咸肌停轮 真正不转啊 全部都静止啊 那个是绝对的定 叫做真实的定 叫做真实的定 这时候你就是虚空 空就是你 你就是空 这个定啊 叫做真定 真实的定 你能够到 闲击停轮 闲击再转 也产生定 但是是有分别的定 但是是有分别的定 等到你连气都忘了 着火也忘了 水 天庭水也忘了 这个时候才叫真定 那一见以前的同事 他问我现在好吗 在哪里高救 我说也没有什么啦 老板很信任我 要我管理底下的几百个人 同事又很羡慕的眼神说 哇 那个是总经理吧 我说不是 我是墓园的管理 告诉大家 真定是什么 就是仗在这个 已经埋葬了 在地底下 那个都是得到真定 死人妈八戒 这死人妈 有人大温 咱咱们有咱咱 死人妈的八十五五 这大甘多阿甘 死人妈的三德拉 世阿神多沙 死人妈的八十五五 丹塔阿基亚 唱一条歌 轻松一下 有一种定 你不知道 当你念高王观世音真经的时候 从头到尾 这个字都显现在你面前 这个就是定 没有一点杂念进来 你没有一点点忘念 进到你 你念一部高王观世音经 你发觉每一个字都滚过你的心 每一个字都经过你的心 这是练习定的方法 这也是定 为什么呢 那时候没有杂念进来 你这是一直在高王观世音经里面 所以我们念佛也是要这样子 因为产生定 每一个佛号都经过你的心 阿弥陀佛 都经过你的心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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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个字都经过你的心 就是定 没有忘念进来 就是定 你有进退 就没有定 你念一部高王观世音 你说我已经定在高王观世音 真经里面 那个才是真正的念 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纸念 你把念头全部纸住了 是真定 就是在地底下那些人 都没有念头 那是真定 但是你不能死 你还是活着 叫你 你就醒过来 这个才是真定 叫你不会醒的 就是死 就是死了吗 所以禅定这样子分的 禅定是这样子分的 它不是睡着了 你睡着了 你的心还在乱跑啊 那不是真正的定 真正的定 是念头全部完全指的 闲击停轮 有一个女的上司啊 责骂我的工作状态 我一直低头不已 这样反应可能挤怒了她 她一改平静的语气 这个咆哮到 你为什么不说话 你不服吗 我解释说 不是这样的 我太太不让我和漂亮的女生说话 所以你上司就讲了 以后小心一点 没事了 所以她能够冷静下来 心能够冷静下来 想办法让上司高兴 这也是定的一种 如果她冷静下来 她思索 应该要怎么样子讲话 你能够定 你就有智慧 你的说法就会有智慧 很多事情啊 我们有讲话当中 会让人家高兴 会让人家不高兴 你如果是距离而增 会让人家不高兴 你要让人家高兴 让她听最柔软 最好听的话 她心里产生高兴 你就不会有事情 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但是我们讲 司尊讲话 不能让叉叉高兴 为什么呢 因为她害人太多啊 害的人太多啊 所以要激怒她 让她心里产生一种 一种接受 这是一种侥幸 你必须要悔改 你如果悔改 你还有救 你不悔改 永远沉沦 不这样子 这个很生气的骂你 你不知道悔改 多少人 因为拜了鬼 而这个好像是说 晚上睡不好 面孔花黑 还有幻听 幻事 还有七字杀的 有多少人 已经好多个了 上个礼拜也好几个 这个礼拜也好几个 都是这种现象 另外有一点要跟大家讲 对于卡因的人 每个人都要同情他 都要慈悲他 不可以再去伤害他 那变成恶度的伤害 反而你要教他 好好地念金刚咒 大力金刚咒 念师尊的心咒 把心渐渐缓平下来 念大力金刚咒 念多一点 那个鬼就吓得就走 让师尊 观想师尊注顶 那个鬼也会走 师尊跟大家保证 你念大力金刚咒 念师尊心咒 观想师尊注顶 然后呢 你必须要很慈悲 很柔软的 不能够去排斥那些 已经好像中了煞的人 不可以的 大家要知道 因为大家都怕 都怕鬼 现在全世界啊 闹鬼 全世界闹鬼啊 中国中的弟子 布满全世界啊 他跑了全世界啊 全世界不闹鬼吗 所以你不能说 因为他已经卡了阴 已经有鬼在他身上 你就怕他排斥他 不可以的 要慈悲他 他已经来环境了 要教他方法 把他心中的这个鬼 鬼的阴影啊 这个鬼的这个煞气 给他排出去啊 今天有人在六楼跟我讲 很多人都排斥他们 要我今天要讲出来 不可以的 他们已经环境了 环境的就是 就等于每一个人都是自己一样的 你应该要同情 要慈悲 要包容 而且要教他们方法 今天问老公一句话 如果有女生勾引你 你会怎么做 老公想来想 回答说 三十六记中的一记 我就问了 什么记 他说 将记就记 师尊时长将记就记 但是不是那个 不是那个 好像他那个派遣那些鬼 师尊是可以看到鬼的 最近有一部片子 叫做 怎么通灵少女 通灵少女 师尊是知道鬼的 师尊以前跟鬼也是很好 跟鬼也是朋友 但是 为什么 师尊以前 这个对鬼那么好 现在对鬼那么不好 我告诉你哦 我对鬼还是很好 我是对你叉叉的鬼不好 你不要搞错了 我说我对鬼不好 我每天在超度啊 多少鬼来这里啊 多少鬼 因为这个好像说菩萨降临 把鬼接引到西方极乐世界 怎么对鬼不好呢 我对姚中也很好 郑姚中 新加坡的郑姚中 我对他也很好 我一样超度他啊 对自己的焉家对头 我也是很好啊 今天是为你好啊 因为你的鬼害人啊 所以你必须要舍弃你自己的那些鬼 我是将计就计 你们鬼来了 好 来得好 将计就计 讲一些道理给你们听 看看你们心软不软 但是你心还是不能软 这是我师尊的将计就计 昨天同事问 我有一个问题 妈祖跟祖妈 谁比较大 这个经过广泛的讨论以后 大家一直认为祖妈比妈祖大 祖妈比妈祖大 因为啊 一旦得罪的 拎祖妈 请再多的妈祖不来都没救 所以还是 拎祖妈比妈祖大 祖妈跟妈祖 谁比较大 这是比量啊 刚才我讲的这个比量 在现实的世界是这样子 那么在 其他的 这个灵的世界是不同 灵的世界是不一样 师尊跟很多灵都可以交通的 随便锁一声出来 妈祖比较大 还是祖妈比较大 耶 菩萨讲 妈祖比较大 为什么呢 因为无形的 无形的在附着无形的 有形的附着有形 对不对 这是比量嘛 明明是妈祖比较大 怎么说你祖妈比较大 哦 妈祖是个神啊 当然比人还大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属于比量 比量 在现实世界啊 你不能讲这个 妈祖比你祖妈比较大 你祖妈比妈祖比较大 在现实世界是这样子 但是在那个灵的世界 又颠倒 刚好是相反的 这就是一个我们讲的这种比量 隔壁有一个阿伯 骑摩托车创到电线港 受了伤 一直对警察说 好在创的是第一支电线港 如果是第二支 第二支就不好了 警察感觉很奇怪 问 创到第一支电线港 跟第二支电线港 不是同样都会受伤吗 有什么不同 阿伯说不一样耶 第一支上面写着 阿弥陀佛 但第二支就写着 天国进了 就会死了 这是笔量 这是笔量 这支笔量 笔量 笔小 阿弥陀佛还是不会死的 那么天国进了 就会死 所以单单几个文字简单的文字 它是有区别的 所以我们今天做超度 把那些幽灵送到香巴拉净土 送到西方极的世界 这个就是 我们把这些鬼送到很好的地方去 就是超度 但是对于凶恶的鬼 会害人的鬼 我们必须要给它结界 给它欺感 让它无路可走 那时候用大力金刚 用大化化网金刚 用不动名王 用莲花童子 就可以给它止住 所以大家要人所一本 写鬼 阿弥陀佛